作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非洲国家布吉纳法索 自2018年与中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以来 已经迎来了五批来自中国的医疗队 左翼和马兰就是目前正在布吉纳法索支援的医生 在当地已经工作了一年有余 近日中心设计者与他们进行了连线 布吉纳法索是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国 气候干旱炎热 经常停睡停电 医疗队出底当地时有许多不适应 其中最大的困扰是水电短缺对医疗工作产生的影响 从2022年8月抵达当地到现在 左翼所在的第五批医疗队心脏外科已经协助当地医院实施了近30例心脏外科手术 其中还有一些手术是首次在当地开展 除了做手术 中医针灸也受到当地的欢迎 每一批原布吉纳法索医疗队中都会配备一名针灸医师 马兰就是这一批医疗队中的针灸医生 在当地医院的康复里疗科开办了中医门诊 马兰告诉记者 也有非洲患者在初次面对针灸等治疗时抱着质疑的态度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往往会感受到中医文化的奇妙之处 有一个病人是腰部疼痛 反复发作的病人 一看我拿针他就会摇头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不要 他在康复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 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来我这里的时候也是抱着质疑的态度 我给他做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艾咎配合拔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脏药的那个消痛贴膏外敷 然后效果也很好 他也开始就是从不信任然后到信任的 针灸机以后得过以后然后老是那个就是浑身低热 低热不退 我当时的时候除了给他做了针灸 针灸拔罐以后 然后我还给他运用了那个莲花清瘟颗粒 然后他吃了以后吃了一盒 然后就说体温全部降下来就好了 就彻底好 马兰说经过五批医疗队的不懈努力 如今中医针灸在布吉纳法所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当地的医学生也时常会到他的诊室来学习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窗口 把更多优秀的中医文化展现给非洲人民 感谢观看